目前甘肃秋收已尽尾声 最后一茬的晚熟马铃薯正在收获中 作为甘肃的区域特色优势产业 近年来当地不断扩大马铃薯种植规模 并加大科技投入延长马铃薯产业链 这几天在甘肃定西的卢家沟镇 一家合作社的农户们正在加紧收获最后一茬晚熟马铃薯 为直观的观察产量 记者用铁锹挖起了一株马铃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大小小总共是八个马铃薯 那我现在旁边正好有个秤 我们就现场来秤一下这一株马铃薯 它到底产出来的有多重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重量 现在这个重量已经出来了 大概是1.8千克 一株这就是三斤六两左右 现在这个产量我估计就是七千斤左右 像这块地 这几年过来今年是最好的一个是 大的现在像这个是 像这个瓶装 现在卖到八毛钱 一亩的净零容可能有两千块左右 过去老乡跟我说 这里其实叫做十年久旱 也就是说气候是比较干旱的 马铃薯可能没有这么高的产量 正是得益于几年前建成的引陶工程 把上百公里外的陶河水引了过来 才能保证我们这里的农田有充足的水源可以灌溉 才能保证马铃薯的一个产量 另外呢大家可以顺着我手边来看啊 在我这个身边的田块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袋子 这其实是一个滴灌带 那这也是我们当地在这个农田里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 水和肥通过这个滴灌带 能够被精准的输送到这个马铃薯的田里面 目前鲁加沟镇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也达到了5.6万摩 人均从马铃薯这项产业里面获得的收入达到了1300元每年 在马铃薯丰收的同时 各类加工企业也进入了生产高峰 目前甘肃省已建成规模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 100余加 年马铃薯制品加工能力80余万吨 可以累计加工纤属500万吨左右 加工转化率达到30%以上